请问什么是迷信 为什么会有迷信产生 所谓迷信 你相信了 但是你相信了 你并没有把事实搞清楚 你就相信了 比如说信佛 佛是什么没搞清楚 佛教是什么没搞清楚 你就相信 你就去拜 你就去受皈依 这叫迷信 另外一个人不信 我不相信 佛教是什么搞清楚 也不清楚 那个不信也是迷信 没搞清楚吗 并不是信是迷信 不信也有迷信也是迷信 那你要问 为什么会有迷信产生呢 第一个没有智慧 第二个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就会产生迷信 所以信跟不信都是迷信 那么这个与人的个性大概也有关系 我从小对任何事情没有搞清楚 我存疑 我存疑 这是正确的 没搞清楚 不可以下断雨 下断雨容易产生错误 一定要把事实搞清楚 我才会相信 对于宗教这个事情 我是抱这个态度 那佛教呢 看表面上行事 什么神都拜 所以在宗教里面 一般说是低级宗教 多神教 很不容易去了解 所以这个呢 我们距离比较远一点 反而啊 对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他们有教堂 回教阿弘讲道 基督教天主教 有神父牧师讲经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也去听过 听的也觉得没有道理 牧师要我受洗 我没答应 他说你为什么不受洗 听了也不少时期了 听了几个月了 为什么不受洗 我说我对于上帝 造这个宇宙啊 造万无啊 有怀疑 那上帝既然能够造这么多人 为什么他造那么多坏人 去诽谤上帝呢 这个我想不通啊 如果造的恶人 还诽谤上帝 上帝不高兴 你说上帝是万能 这有问题啊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提出将近七十个问题 牧师没办法过的 他说我是魔鬼 那就算了 以后我基督教也不去了 所以没有搞清楚 没有搞明的 我决定不肯干 我喜欢 听 喜欢去学习 没搞清楚 叫我这个正式做你的教徒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我在台湾 那个时候我把工作辞掉 学佛之后 逐渐了解了 多了不少经典了 越多越有兴趣 以后出家了 我的这个影响很大 朋友 同事 还有一些长官 对佛教徒产生很好的印象 什么原因呢 我说家信许 许某人是个老万故啊 这个人相信了 那一定有道理 没有道理的话 他绝对不会相信 这个就是影响很多人 所以我们做事情非常谨慎 不是很草率的 不是感情用事的 他自然影响人 所以这个迷信的产生 一个是智慧 不足 另外一个对事实 真相 没搞清楚